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楓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現在台面上所準備的這些手設備 基本上呢,我們只需要這些設備,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件服飾店了喔 首先呢,我們需要一台我們的A3DKB錶機 以及我們需要印製綿梯的白色綿梯的BT12 再來搭配我們一身平靠機 基本上我們只要有這三款設備 我們就可以來製作我們的客製化衣服了喔 以及後方的這些衣服,我們都可以用我們的設備來完成了喔 那接下來呢,我來跟各位說明我們要如何使用這些設備吧 好,那首先我們在製作的過程之前呢 我們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每一台設備的工程有哪些喔 那首先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台DKB錶機呢 我們DKB錶機呢,它就是印刷在我們DKB膠片上面 那我們膠片呢,拼完之後,我們可以隨意的在我們房子的屏上 不管是深色啊,淺色啊,或是各式各類的瓶類喔 那再來,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台BT12呢 如果你需要一個沒有觸感,拼起來是很平色的,顏色又很鮮艷的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我們BT12喔 那我們這台最終需要的設備有什麼,就是我們一身抵抗機啦 那所有我們轉印完啊,或者是印刷過程完啊 我們都必須要做護色的動作 就會需要我們一身抵抗機喔 那我們一身呢,有多種抵抗機可以給我們客戶做選擇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做製作過程吧 好,那我們首先呢,先來使用我們BT12來印製我們的衣服 BT12操作非常的簡單,就是要將機檔設定好 還有以及我們的機器準備好,就可以來印製囉 那我們就來印製吧 好,這邊已經被印製了,我們就按下去 它就開始做機動印製囉 那我們的BT12呢,不是配給我們白色的BNT 它也可以印刷像我們的綁固帶 所以我們每個印刷綁固帶喔 好,我們BT12已經印製完成了 好,我們BT12已經印製完成了 是非常的快 基本上呢,我們BT12印製一件衣服 不需要五分鐘喔 印製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到我們的填上機上做抗印吧 好,那我們就到我們填上機上做抗印 那我們基本上呢,我們的填上機有很多種款式 那大家都可以到我們官網上去做挑選喔 好,抗印完成,它時間到會提醒喔 我們就這樣打開 然後,我們的填進衣服完成囉 那各位看,它已經可以下水洗喔 擺設免疫的過程 那我們基本上正版呢 都是用我們BT12做印製的喔 好,那我們介紹完BT12直噴機之後呢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DTF印製機吧 那首先呢,我們要選擇好我們要印的塗膽 再來用我們DTF的專用軟體 來列印我們專用的膠片喔 好,我們就發送 來看我們的印製機來印製吧 好,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已經將我們DTF膠片印完囉 那印完之後呢,我們就來上我們DTF膠片吧 用膠片很簡單 直接這樣放上去 然後,幾余的 那基本上呢,墨水的地方才會上到的 沒有墨水的地方,它不會上到的 好,那我們通常會彈一下 彈一下 彈完之後,我們再到我們烤箱做烘烤 烘烤完,我們就可以形成我們膠片 就可以來做任何衣服上的看這種印刀喔 先這樣烤箱就可以完成 好,我們膠片已經封好完成 好,我們膠片已經封好完成 好,這樣子 基本上這張膠片我們就可以到我們的衣服上做燙印了喔 那我們呢,就是將我們衣服跟膠片擺上去 擺上去之後呢,我們就用我們停燙機來做燙壓 基本上我們就是倒數15秒 好,15秒要10日到 好,我們打開 打開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就是等冷卻 我們再將膠片撕除喔 膠片已經冷卻了喔 那我們就來將膠片撕除吧 我們就可以看到 褲子非常的鮮豔非常的細緻 那我們DTF的優勢就是可以加我們 我們的神色衣服啊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布料來做燙印喔 好,那各位剛才看完我的製作過程 基本上呢,只需要我們DTF并表機 以及我們BD12 再打開我們易升停趟機 就可以來完成我們這邊所有的衣服 以及我們所有的褲類的熱轉印了喔 那各位想要了解的,趕快跟我們聯繫喔 現在最大的優惠一個月只要一萬多喔 趕快跟我們聯絡喔 謝謝大家 ね